圣約翰科技大學舉行了2019第11屆全國學生杯輕人車競賽 學校就表示看到學生扎根學習 每年透過活動聚在一起切磋 各校都能夠增進技術交流 為了讓民眾能夠更加認識輕人車的優點與發展趨勢 台灣輕人與燃料電池學會 台灣人員學會 今年選在圣約翰科技大學舉辦2019第11屆全國學生杯輕人車競賽 希望藉由活動帶動全國大專學生動手實作的蜂巢 使首腦並用的理工教育得與落實 而勝任翰科技大學校長表示看到學生開始扎根學習 每年藉此活動聚在一起彼此切磋 各校都能夠增進技術交流 一定可以讓輕人員在台灣更加純熟發展 這樣子一個能源 其實在日本很多先進國家 已經發展成可以商品化的車子 在運行 所以在大專校院我們把這個技術讓學生能在學校裡面就扎根 同時可以每一年在不同的學校辦理這樣子一個競賽 彼此切磋增進技術的交流 然後能夠讓我們的輕人的技術 慢慢在台灣可以落實跟商業化 這一次的競賽共計有六隊車隊參加 成員來自聖約翰科技大學、南台科技大學、南開科技大學、情義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以及裸東高工 在規定的60分鐘賽程之內使用等量的輕器可以行駛最長的距離 車輛獲勝 結果由南開科技大學以完整繞行操場57圈取得第一名的佳績 而這也是他們連續兩年奪冠 而另外聖約翰科技大學的洪通通火箭車也得到設計獎 是用輕器然後把它運作到裝備電力 然後並且輸入到馬達然後才能發動 對然後這台車是用有點流體的概念去製作而成的 做這樣結構是會讓風然後還有一些速度會比較能夠比較快速的流過 對然後並且比較順暢的開 各隊的學生從減輕風阻車身壓低、材質輕量化、成本預算等諸多層面的列入考量 發揮學以致用的創新與創意潛能 大會依據各隊領隊所提出的競賽企劃製作計畫書、虛工照片以及現場車型 選出優勝者頒發設計獎 而學生們可以將心目中的構思盡情呈現 對能源與環保貢獻一份心理 記者許多安一帶隨時採訪報導